来这吃点东西了 吃完了回去读视频 然后准备吃点tacos 昨天其实没太有睡好 不知道今天状态怎么样 希望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口误 但是原因还真不是因为股市 而是因为我没想到 昨天的视频一发出去 我记得当时刚发了 可能可以说是一分钟或一秒钟吧 就上市下面显示十个view 我都直接被shock到了 没想到我感觉自己平常做事 还挺沉沦的 这顿搬起来还是吓到小孩子也 所以感觉还是有一种 一丢丢的兴奋 但是不要再 欢迎来到Better我们的成长频道 我是Ronnie 那在今天周一的股市上呢 绝大部分的股票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原油期货的下跌 还有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 对美国经济 还有全球经济的冲击 人们的担忧导致整个股票市场的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惨淡的 甚至是一度出发了这个熔断机制 相当于就是跌停了嘛 整个市场停盘了15分钟 这大概是在23年来的头一回 也就是在2008年 即使是次贷危机那样一个恐怖的情况下 也没有出发过熔断机制 但是必须要看出来 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跌呢 主要是在这个可以说在开盘的附近 还有以及在这个premarket就是还没有开盘的时候 就更多的是人们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这样一个期望 以及恐惧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在可以说开盘大概一两小时之后 就进入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阶段 而且现在呢已经是这个off market基本都结束了 可以看如果你单个去点股票看的话 我发现是不少股票已经有一定的有小幅度的回调 比如说在这个 after after our trading 涨了大概比如说一两个百分点吧 一两个percent 比如说这个near未来汽车也是涨了9分前吧 在这个after our trading 还有大部分其实都回调了 另外就是这个道琼斯的这个future future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股票的这个future 指数的这个future应该怎么翻译 也是回调了 回调了目前来说 我看的实施数据是整整的2.5个百分点 与今天的这个收盘的价的比较来说 那么这个道琼斯的这个future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有用的 或者各种这样的指数future 其实是一个比较有用的这个 一个indicator 作为一个来 作为你一个短期类 比如说明天或者这周一个走向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那么如果你用的是这个yahoo finance呢 我其实个人也比较推荐这个 当然他这个有很多竞争者 其实都做的挺不错的 我只是挑一个顺手的而已 而且yahoo finance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而且他有很多的api 方便你如果懂得编程的话 用起来也会很方便 在yahoo finance呢 这个道琼斯的这个future的代码 就是这个ticker股票的代号 就是ym等于f ym equal to f 你如果搜这个呢 你就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一个future 所以说它是24小时滚动的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次的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原油的期货 以及相关的这个能源股票市场 能源的这个板块啊 能源 原油呢 现在稍微回调了一点 涨到了32.76美元一桶 那么我后面去做了一点功课 就是在我发了那个突发新闻以后 简单查了一下 大概就是以opac 他们海湾国家的这个产油区来讲呢 他们的成本大概就是30美元一桶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价格基本说是可以是成本价 之前就是再再跌的更狠一点的时候 可以说就是赔本买卖 就是要和俄罗斯打这个石油的贸易战 我们知道这个烧钱的这个生意就像 比如说互联网公司的像这种Uber Lift这种补贴也好 还有等等其他的各种的这样的 这种互联网思维的经济 不可能长久的 不可能一直赔钱赔下去 所以因此呢这个石油的这个危机呢 应该只是一个很短期的时间 我估计可能最多最多持续数月 而且不可能 我觉得我觉得不太会更低了 应该就是大概在30美元一桶左右 这样震荡的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它成本摆在那里 不可能太便宜了 因为现在很简单 如果它卖30美元一桶 美国自己现在就可以不产油了 因为从海湾国家买 已经比这个自己产要便宜了 而且呢现在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 很多这个我们的差旅 像这个航空公司Airplane 还有这个游轮啊这种这种东西 他们的需求变得特别少 所以说油的这个消耗也降低了 也进一步这个可以说是加剧了 这个原油价格的下跌啊 但是就像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嘛 长期以来这个应该起码要回到40美元一桶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大的 也因此呢 嗯我认为这次的这个危机啊 应该是没有那么看上去那么严重 嗯但是石油公司的这个反应呢 确实很剧烈的在他们的股价上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BP啊 BP最后收盘才好了一点 我记得在盘中的时候 最高也跌到20%多 跌了19% 像这个呃 XMobile跌了12.2% 这个看上去还可以啊 然后 Sharon跌了15% 然后Sharl跌了接近18% 还有等等一些小的像是 还有包括Total啊 什么这些都跌了差不多吧 都跌了15个百分点左右啊 这个真的是挺恐怖的 比如说我就拿这个BP来做例子吧 BP现在是25.28美元一股股价是 他在他曾经在32或者在30的时候 我都曾经以为BP就已经跌到头了 应该已经被炸光了 应该不会再跌了吧 再跌就要倒闭了 这么大一个公司不至于吧 但是事实上让我们看到了还是继续的往下跌啊 嗯 但是这些公司我不认为会一直这样跌下去 尽管呃 他们已经连续跌了数年啊 这些石油公司 因为近些年石油不是特别景气整个市场 如果你周围有学石油的同学 或者怎么样的话 当然我个人其实对石油没有那么了解 因为我家里有人是学石油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够看到这个点 因为有点像这种 嗯 就你如果你是学某某某的话 你会让你的孩子去学某某某吗 有点这种感觉的意思啊 嗯 但是无论如何 我我个人的一个浅浅的看法就是 在我小时候 我记得 就是还是 嗯 应该在2000年之前 就是有一个就是那种百科全书啊 这种就会说 比如我煤炭 他给你一个非常非常VV的 非常具象的一个这种 呃 视觉体验嘛 这边一大落是那个煤 煤 煤还能比如还能够烧200年 然后这边一个大桶油 油能还能够烧90年 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些能源啊 很快就要被用尽了 但是事实上讲呢 呃 可能比如过去了 二十年吧 二十年吧 但是实际上 呃我们人这整个的这个 预期啊 可能还是比如说 石油可能还是能烧90年 因为我们不断的呃 发现了新的油田 这个开开采技术啊 也越来越成熟 石油可能没有像大家想象的 那么样的一个 进入到一个末期的状态 另外呢也是呃 石油公司他们也会有这种 嗯生存的压力 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 发展的趋向嘛 所以说呃 这些大部分的大石油公司呢 他都他现在已经可以说 不能叫石油公司了 应该叫 Energy Company 是能源公司 他现在更多的是 把重心放到了整个的这个能源上 当然了很多公司 像尤其这种些大部头的 这种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大的公司 因为他们有点伟大部调 他们大部分主要业务 目前来说仍然是这个 传统的这个燃烧矿石燃 化石燃料 就是这个fossil fuel 主要就是石油了 但是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的 这个不同公司的表现不一样 再去使用一些可再生 以及可持续的能源 比如说这个风能啊 风能其实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前景 特别是在就在几天前吧 我看了Science就是这个 就是那个 那个科学杂志的那个Science 有一个新闻 并不是 并不是 学术文章啊 但是是一个新闻 就是说大概好像是这个 风能的这个 发电机 就是那个叫 也不是发电机啊 就是那个 转的那个大扇子 又有一些新的 好像有一些新的技术 提高了一些这个 它的效率啊 所以说 我认为尤其是以 风能这样的一些能源的公司 可以使大家着重关注的 可能在未来的几年 呃有比较好的发展 当然了 纯风能的公司 我现在不特别了解啊 但是像这些石油公司 我大概看了一下 是这样的 呃 呃 从这个发电量上讲 好像最高的 是shale 就我关注的里面 是比较是shale 做的是最好的 然后是bp 至于chevron和exem mobile呢 他们倒比较有趣啊 有点像那种在加州 当时淘金热的时候 他去的时候 并不是去挖金子 而是去给挖金子的人 提供基础设施 比如说卖水啊 卖卖卖吃的等等等等 这个chevron和exem mobile 他们的主主要在 既然在开发一种 也不是开发 就在销售一种 是给这个风力发电 发电装置 就是这个wind turbine 呃 做润滑油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当然shale也在做 但是shale 呃 它本身也在做这个风能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根据我的这个信息 可能去布局一下 这个未来的情况 呃 但是 短期内呢 我认为 恐怕这个石油的这个股票 不会有特别好的 呃 回报 尽管我认为长期来说 他们应该会 呃 他们应该会回调的 很简单 因为他们曾经的历史上 积攒了非常非常高的收入 所以说这些公司 总体来说 不是特别缺钱 现金都 现金流都比较健康 而我在想 比如说 如果你公司 有的是钱的话 但是你的公司 又一直在股票下跌 你一定会想办法嘛 就要把钱 会投到各种各样的研发中 等等等等 当然了这个研发 我个人讲 对这些石油公司 不是特别满意的 我 之前去查他们的数据 这些大公司里面 做的比较好的 也大概就是一年 一个billion 就是一年 十亿美元左右的 这个R&D收入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查 基本上你可以说 他的公司 以及这个R&D 基本上就可以搜到 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个人是不是特别满意的 因为他们这公司都好有钱 你看他 他们的这个市值 我觉得远远可以投入的更多 但是 不管怎样 我认为他们会在某一个 现在是比如说 降降降降降降 这个股票价格 这个缓慢下降 等到他比如说 真正的在这些研发投入中 真的得到了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有一个突破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研研究就是这个样 大部分时间都是缓慢的量变 你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突然他比如说成功了 那就是一个质贬 可能股价就会这样一个 有一个剧烈的提升 但是这个恐怕是很难估量的 稳健角度来说 这个消息或者这个因素 大家可以说就仅作为一个 非常弱的参考 可能主要我认为 还不如更多的看一看这个 风能以及其他的可栽生能源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了能源板块 今天跌的比较明显 比较惨的一个板块 就是银行业 今天跌的也是非常厉害 基本上首先一个原因就是 有非常多的银行 他们给受到原油价格降低 所带来的这种新能源 以及电池板块的企业 以及公司带了太多的款 那么原油价格下跌 对于这种新能源 以及这种电池产业等等 都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尽管我们说在要在这个地球上 保护我们的地球母亲等等等等 要应对这个气候变化 要应对全球变暖 但是真正要操作到实际的时候呢 价格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哪怕就这么说 90%的人都会愿意为了这个 保护我们的地球去花更多的钱 去用新能源 但只要有10%的人 它是价格敏感的话 这个影响就已经足够大了 那么对于已经持有银行股票的呢 我就建议是先hold 因为我认为后面可能还会跌啊 当然还会跌我也不建议你去卖 因为这属于time the market 万一跌卖了 你又涨了会更懊恼 特但是呢我要特别针对一些就是 现在观望抄底的这个观众来说呢 我认为对银行这个百块至少是不是实际的 首先是因为这种贷款 以及这个coronavirus的影响 我认为它还会持续 因为从信心来讲 银行是从哪一个角度都会被冲击的 只要你这时候有一个风吹草动 只要有负面消息 基本银行可能它不会是跌的最惨 但是它总要跟着跌一些 所以我认为绝大部分银行 应该还会要在下面还有一个跌的空间 虽然说现在已经是严重的undervalue了 但是我认为可能还能跌吧 可以再观望一下 这个我觉得虽然也算他们的market 但是我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性相对还比较大 就是把握还比较准 第二点就是说在将来好像是3月18号吧 3月18号就是这个美联储可能又要降息 降息呢很有可能又会引发一波银行业的 这个再要向下跌 所以我认为可以再观望一下 对于银行这个板块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当然了我要特别说出说说一点 在你进行投资的时候 这些主要大银行还好啊 比如说像Bank America Wells Fargo JP Morgan这些 当然他们给这些受原油下降影响的 这个企业的贷款也不少 但是有一些小银行的比例是惊人的 比如我看到好像有一家在Oklahoma的银行 它的这个名字应该叫BOK Financial 我如果没看错的话 可能它总资产的这个百分之一百零几 全都是作为了这种给给电池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贷款 这种所以它今天跌了百分之二十多吗 所以这种银行我暂时要不要碰 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也近期想关注银行这个百块的话 一定要看一看它的这个放贷的这样一个比例啊 最好是不要看给太多这个气能源电池的 虽然我说了长期来看我觉得什么都会好的 但是短期来的话它还是多或多或少 一是影响你的信心第二点的话有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吗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做一个我们认为 比如说可能80%是赔本的这样一个买卖 即使是一个长线我们说价值投资也绝对不会说是 我不考虑什么时候买入啊 这个也是要或多或少考虑一些因素的 就如果摆在你眼前的话就不给不吃的肉白不吃对吧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那让我们再来说一说我曾经谈过的那个邮轮股那三只股票 今天也是跌的非常惨跌了20%左右 他们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就是新冠疫情嘛 好像是比如说Carnival CCL来说 它的这个好像这个客户下降了50%左右 这样的一个数值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然他们也在开展一些促销活动 比如说我看到的好像还是Carnival吧 就CCL它是给所有目前没有取消没有退票 虽然它是免费退票 但是没有退票的话呢 它送你一个在船上的一个免费的drink 应该是可能我这个具体我不太清楚 可能就是随便喝 总之它也在想办法了 在邮轮这些股票它们之前已经跌了很大幅度的情况下 今天又跌了20% 感觉上呢应该是这个真的水已经挤得太干太干了 已经快把一个三维的人挤成一个二维的纸片了 但是市场的恐慌还是很难说的 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银行板块石油板块 以及这些邮轮的这些股票呢 以我们一般通常所用的这种股票估值的工具 像市盈率啊那些就是那些数值来讲 EPS啊等等等等 它们的股价现在是严重被低估 但仍然在大量的这个被抛售 而且是就是无差别的 几乎现在整个市场都在抛售所有的股票 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普通的散户 它们的恐慌情绪 现在真的是可以说是到达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情况都比08年次贷危机都更糟了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是肯定不可能 现在比08年的时候还要糟的 当然了也不排除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 会不会这段时间也是相当于是庄家呀 或者是机构投资者 他们想通过这种制造恐慌 以及市场摆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去把这些个人投资者去赶走 把他们的这个筹码交出来 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在这段时间也是没少亏钱 我基本上因为我短期来看呢 虽然我觉得它会跌嘛 但是长期来看我认为总体来说 这个美国的市场还是比较健康的 而且我并不认为有太明显的泡沫 所以说我基本上没有去动 没有去说time the market 去把我的股票比如说卖了 然后再怎么再看怎么着 但是我并没有公开我的这个投资数据 并不是因为我怕这个我好像赔钱了 这个不好意思 我真的我觉得我现在开这个视频 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大家的评论中学习 而不是说大家从我身上能学到什么 我可能就给大家起到一个这个爆新闻的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我是觉得我如果把我的这个投资具体信息公布了呢 或多或少涉嫌一些操纵 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什么股票 我让大家也跟着我一起买 然后如果股价涨了我就卖了然后脱身了 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的 但是我觉得我不建议会就是大概的就是描述一下我的目前的状况 也是没少没少赔可以说是 但是但是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这个就是装甲和机构投资自由他们在做局啊 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可能性可能是越来越高 因为像我说的无差别的这个抛售 基本上是我觉得是一个反弹的这个信号了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 如果最后一个乐观的人也悲观了 那么这个市场就会变得逐渐乐观起来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段时间呢我个人也是比较痛苦的 其实当然了 对我来说这也是不是小钱赔的钱来说 但更重要的是我个人其实对自己确实产生了一些这种自我怀疑 难道我看错了吗一些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痛苦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但是这就是炒股所需要磨练的 都是人生历练嘛 对吧等着可能比如等你70岁80岁时候再回回顾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 你无论是赚了还是赔了至少是一个资本嘛 对吧我我年轻的时候也也干过一些这个见证过历史 见证过像今天这种23年以来首次这个又熔断了这样的一个历史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回头再来说这个邮轮股 刚才好像跑的稍微有点跑题啊 我还是建议可以现在还是可以出手的时机 虽然可能大家觉得跌了20%多 有很多可能其他的比如说YouTuber 包括我可能曾经都建议过 觉得可以观察在适当时机出手 但是现在又在跌 到底应不应该买或者已经买了 可能会去骂一下YouTuber 或者不知道会不会我也爱骂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因为还有一个简单道理 就是你不能time the market 就是我们说当股票真正你赚钱的时候 就是一个trend 一个trend就是指的这个连续 比如说多少个时间一直在涨 当然不一定涨很多 但是每天一直涨涨涨涨很多 这样比如说以这个CCL为例 CCL现在假设了假设这个22块钱 你可能25块钱买的时候 你觉得这就跨了3块钱是吧 跌了百分之几 这不是血亏吗 但是事实上如果他比如说最后就跌到22块钱 开始往上涨涨到30块钱的话 你基本上不可能在22块钱这个准时的时候买的 在这个如果这个22到30 比如说这是一个trend的话 在大部分情况下呢 你能吃到这个trend的50%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是一件可以说值得值得你这个去出去吃一顿好的这样的情况 真正的你这个特别是这样他们的market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是要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心态 就是在你选择抄底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是你不是说追高了追高的那你说 你如果抄底的时候买了以后马上又跌了跌了一些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就你不要指望着你买了马上就涨 这这这我觉得这这 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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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能做到 只有上帝能做到 我觉得这个是心态要放好 当然了就是要对市场有敬畏之心 不要想着好像你能赚尽每一分钱是不可能的 呃最后再说一说新能源汽车啊 就比如说特斯拉和这个蔚来等等等等 我当时在发视频的时候呢 我就简单的想了一下 我说可能是不是对新能源就是油价的下跌 对新能源汽车有一定冲击啊 因为之前我看了几一些这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 比如说评测也好 就是一些YouTuber说这个电电车好在好在哪 很大一点就是说电车省钱吧 说你这个比加油便宜 所以我当时就可能记得比较深 就是简单的发散了一下 没想到还真的是今天这个有所体现啊 我觉得这个是呃 算是自己运气好蒙对了吧 也是呃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 那么像这个特斯拉以及它相关的一些 像太阳能电池以及其他电池产业 今天都是表现不太好 包括未来也受了很大的影响 嗯但是呢对未来啊 也是说也是我在呃大家的评论中也学到的 或者说提醒我了吧 就是未来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是就是在 因为未来它主要面前的是中国市场 至少目前来说啊 而其他的像这个特斯拉当中国市场也有也有很多 但是其他的一些呃一些国际的这种电动汽车品牌 在中国目前来说还没有铺开 有但是我还没有铺开我认为 那中国它有涉及到一个问题 中国有些地程序呢 这个机动车的牌照是很难上的 你这个用用汽油的话 所以说导致大家很多人不得不去买电动汽车 去买新能源汽车 而新能源汽车里可选的又不是很多 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另一个相对而言利好的消息啊 但是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太好嘛 而且我感觉普遍来说市场对于未来有一点点持怀疑太多 当然还是要看这个周四的这个财报发布以后市场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基本上可以奠定 我认为就如果周四财报发布以后 未来股票大涨的话 未来成功的概率很大 但如果 如果下跌或者是大跌的话 我我建议啊就是 所有人就可以考虑割肉的事情了 可以撤了 我觉得恐怕未来要 你懂得 未来的这个股票的 它虽然很便宜啊 但是它的交易量一直在美国股市是 居于前茅的 也就是不只是中国投资者 外外国投资者 我一样是非常非常的重视这家公司的股票 交易非常非常频繁 简单来说交易频繁就是意味着 大家对于这家公司的前景 越不确定或者越有争议 就很简单我 假设A从B手里买了未来的股票 那么一定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不考虑一些很极端的特殊情况 就是A认为目前这个价格未来还会上涨 B认为目前这个价格未来还会下跌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么频繁的这个交易 就说明很多人都对这个未来的真实股价呢 是一个不确定的态度 当然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未来目前没有盈利能力嘛 EPS是负的很难对公司进行具体估值 而中国的这个股票对于很多外国投资者来说 是有一些东方的神秘色彩的 比如说他们是比如说他们知道 因为知道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嘛 等等等等各方面原因 都会有一层不确定因素 那么在今天股票刚刚开始的时候 NIO的股票有一个非常大的交易量的爆发 就很多人选择了在大概可能3块或者3块06分的 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时候 买了很多未来的股票 我不确定这是个人行为 还是投资者 就是机构的行为 因为虽然量很大 大概是在300万股 但是因为未来股价本身很便宜嘛 你想想300万乘以 比如说3块钱的话 也就相当于是1000万美元 对吧 1000万美元的话 完全有散户构成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我不太确定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未来的股票 在这段时间里来呢 就自从他宣布与合肥政府签订了合作 合作以后有一个明显大涨以后 后面就一直感觉是在调整 然后在缓慢的下跌 就感觉像有人在做局一样 我关注的 你也有关注的比较多 所以我说实话 我不是特别确定 但我总隐隐感觉到好像是有人在 希望就是你把你手中的筹码吐出来 就是这个样的情况 那么关于特斯拉呢 我认为特斯拉以后还会再跌 大概可能会跌到200或者400美元 因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说特斯拉虽然现在是最大的电动车的生产商 特别是在北美 那么我们要注意电动车和这个传统的烧汽油的汽车呢 这个产量还是不能比的 好像特斯拉是在2020年还是2021年 它的计划是年生产50万辆车 大家知道传统汽车市场一年是多少辆车 它根本是不能对这个传统汽车市场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而相反的传统汽车厂商可能会对特斯拉造成冲击 因为特斯拉比如说它有些做工问题 再一个是汽车这个行业还是一个需要很多专利 很多技术积淀的产业 特斯拉呢 它其实真正的我认为它真正的护城河呢 就是它的MOTE呢 其实连FSD就是所谓的那个自动驾驶都不是 特斯拉真正的MOTE呢 是Elon Musk 是他们的CEO 因为他们的CEO是one of a kind 就是Elon Musk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他能给公司带来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他是一个教主 他可以他有非常强的号召力作为一个CEO 还有就是他可以为公司做很多免费的宣传 通过他自己个人的影响力 这个是其他公司都做不到的 而这个就可以导致他的公司的成本可以比其他公司低 但是像这种autopilot 这种自动驾驶以及整个这个 你说这个电池的技术啊等等等等的 我认为短期内是可以被超越的 只要其他的厂商或者资本进入的话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特斯拉以后还会过得不错 但是你说他就会以后主宰整个的新世界的汽车市场 成为新世界的CAMI的话 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 那最后就说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今天因为那个一些这个投资基金 这个一些head fund给这个推特压力了 推到最后决定不换CEO了 结果推特的股票涨了不少 就是相当很大程度上的这个对冲掉了今天的这个下跌的趋势 几乎可以说是没下跌 推特今天的表现算是非常的给力啊 呃 当然了我想说的有意思的点呢 就是我想起来上周是那个JP Morgan的他们的CEO 是突然突发心脏的一些疾病进去去做手术了 这时候其实股票也是跌了 但是没有跌太多 但是等他手术出来以后很成功以后呢 他说我没事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没事我很好 呃心脏手术很成功 反而在那天JP Morgan我记得就跌了百分之五点几接近百分之六 所以说同样是CEO 做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我觉得这个JP Morgan的CEO看到这个Dorsey 就是这个推特CEO自己真的是 真的是感觉好冤啊 我做的也挺好的 为什么别人不希望我来做 而这个希望推特CEO来继续在他的岗位上 哎人比人啊没办法 呃今天的节目稍微长了 因为事情确实很多嘛 今天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天 我也感觉能见证历史也是蛮有趣的 还是希望不如如如何嘛 还是希望这个这次的这个坏消息赶紧过去 能到一个至起码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因为我还是想给大家讲一些比如说一些知识呀 一些类似于一些行为经济学一些很有趣的案例呀 以及原理或者是一些编程 以及这个Excel的这样的一个小技巧来去帮助大家能更好的去从这个 基础设施建设上来给大家一个帮助 因为我觉得这种新闻式的呢 虽然它有很强的时效性啊 但是它的坏处也是它的时效性 就可能现在做 比如我的这个节目价值很高 可能一年回头来看这个节目的价值 可能会打一些折扣啊 虽然有一些可能更不变的东西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这次这个股市的这个震荡能够快点过去 然后我有时间能给大家去做一些更更多更有用的教程或者视频也好 对于这个市场的分析简单就做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评论 我也希望能从大家的这个评论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为了去击败YouTube的这个算法呢 我还是非常希望大家的这个点赞以及订阅的 如果大家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的话 希望能够帮帮忙去来去点一下这个订阅以及点一个赞 非常谢谢大家 那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